然后第三 神的预知与预定有什么关系 既然神已经预定了 那么我们还需要做预知的事情吗 不是互相矛盾吗 预知和预定 实际上严格的是一个概念 上帝的预知不是根据他预先知道 而是根据他预先定下 上帝之所以知 不是预先遥遥的有千灵眼 看见将来两千年以后 某某人信耶稣 只是旁观者 见证者 上帝的预知是根据他自己喜悦的旨意 他定义拣选了我们 因此我们在母府当中 我的年日还有上维度一日 他就认识我 他就知道我还未形成形体的时候 他就认识我 为什么 他定义造我救我 所以他知道我 特别是旧约圣经人 他认识我 他就他不管是知性的知道某某人 某年某月出生 认识是一种更亲愿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关系 我认识你 我在列邦当中唯独认识你 难道上帝别的人都不知道吗 不知道有菲利士人 不知道有埃及人 不知道有巴比伦人吗 知道我认识你是因为我特别爱你 与你建立特别关系的意思 这是预定 因预定而预知 不是因预知而预定 阿米涅是因为预知才预定 预先知道你会信 所以定下你 那个预定又是什么意思呢 人决定了 神才跟着来 跟上来 那不是圣经启示的预定 上帝随着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以赴所出一章 三节到十二节好好读 三节到五节六节七节 照着他所喜悦的预先定下 这叫预定 不是根据人 我们上无度一日 我们什么形体没产生 善恶没做成 我上帝表明自己拣选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意思 不在乎定义的和奔跑的 只在乎拣选之神的旨意 所以在母腹当中 就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悟的 所以预定在先按逻辑说 他预先定下 他就知道 当然这俩其实不能分开 上帝知道你 上帝定下你是 严格是一回事 我在亘古当中就知道你 我在亘古当中 就已经决定爱你了 既然神已经预定了 那么还需要做预知的事情吗 所以这概念整清楚了的话 你就不必把上帝 飞在圈在我们假设的 错误的矛盾的逻辑里面 去为难上帝 上帝先定下 知道定下这个事情 当然他预先定下的 就照着他所定的事情 行了吗 你已经假设了 预知和预定是不同的概念 或者这个矛盾 在你的矛盾的逻辑里面 你去为难上帝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假的